然后我现在的目标 我觉得比较大的 比较靠近的目标是买一间房给我的家人 Losha聊天室是用Iocandu SoyaClub卷升级版SCM Plus为你呈现 荣获亚洲诚信品牌大奖的 Iocandu SCM Plus 含有高开质和优质蛋白 还可以帮助促进胶原蛋白增生 是一款男女老少 素食者都能够喝的营养饮料 SCM Plus喝的不是豆浆 是营养 Go 说分 那爱都又怎样 我是Jo 道主 Hello 你好 我是Cathorin 开心 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是在我们高萱开台的那个板地上 对 然后就一直不断地跟她讲 好爱你的作品啊 我觉得她除了身高再往高一点点之外 然后帅多一点点之外 其实我觉得她整个心态没有变的 还是那么的谦虚 还是那么的努力 还是那么的有礼貌 我们欢迎有的就是Bryson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yson 其实一直以来对她的印象就是觉得 才华实力不用置疑啦 大家都知道啦 然后也觉得说 年纪轻轻为什么就可以那么自由自在的 去发挥去做那么多的选择 嗯 我觉得是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吧 就是他们从小就不会限制我的想法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好奇宝宝 就是我什么问题都问 他们不会讲好 很耐心的回答 呀 他们会很耐心 所以就导致我从小就很喜欢 想东想西 所以我才会开始拍影片这样子 可是你的家人给你的自由啦 有没有曾经你有滥用过它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不是 也算是一个在家里面蛮自由的人来的 只要我的妈妈觉得说我没有学坏的话 我都能够尽量的去做我想要做的东西 但我觉得我滥用的那个自由就是 她没有给我去补习 然后我就去吸吸把这个 我的话因为我自己做任何决定还是什么 我都会先想好再去干嘛沟通 有没有试过谈不妥或者沟通不来的 肯定有啊 真的假的想知道是什么 因为感觉妈妈给你的自由度蛮高的 可能我们的意见或者是想法不合啊 例如讲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探险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我也很喜欢拍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有去Mima Land探险 这里已经荒废了25年 有床的咧 有床 我在拍那个之前 我也是会跟我家人讨论的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不给我去 因为他们不是怕有鬼还是什么嘛 他们是怕就是有什么动物啊 毕竟是荒废了 所以我也明白 他们有他们的点 他们的点就是因为我们人只有一生嘛 所以万一一进去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不好 但是我的点就是 因为我们只有一生 所以我们才要去勇敢的做东西 所以每个观点都是没有对错啦 所以最后我们是互相沟通 互相聆听 然后我就找一个人陪我去 然后拆拍了成 然后他们全程是在外面那边等着的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这个是谈判技巧啊 你要跟你爸爸妈妈谈判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点去 就是他最在意的是什么 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去 满足他的那一点 对 但我觉得你们的那个沟通的方式 是不是都是很温和的去良性的沟通的 不会一直讲说 我要做这个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我这样子做这样子做 没有问题的 有时候一定是会非理性啦 但是我们会尽量的理性去谈东西 我就觉得如果带情绪的去沟通 就不叫完全的沟通 所以我们会静下来 然后可能隔天我们再继续讨论 那一个东西这样子 欸我很好奇哦 就是有那么大自由的一个人哦 其实家人当然是占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经常在求学时期的时候 还有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就是朋友 你的餐的朋友没有影响到你 多多少少会被身边的朋友影响 但是我会尽量选正面的东西影响啦 但是我的朋友都没有很坏 都是很坏 可是像你年纪轻轻这样子 就得到大家的关注了 其实对你来讲 你觉得是相对的更自由了 还是更加放手放脚了 因为你就是在大家的眼球啊 然后大家都知道你这好人物 所以言行举止感觉 所有东西都要很小心 呀这一点就身为所谓的 半公众人物 天旭 半公众人物吧 会有一点点就是 像你讲的 就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被放大 甚至我们的一生都会被大家看着 如果你要做YouTuber也好 KOL也好 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这一点一定会有一点 自由的就是被绑着 局限 呀 有什么东西是你特别想做 可是你觉得说 诶 我是公众人物 我不能做 然后就没有做 就放弃 嗯 其实有蛮多的 就是以前我还没有很多观众的时候 我肯定是想什么 就做什么这样子 但是现在反而我会 很多内容我想做 但是我会宽慎很多方面 而且你是要去想 那么大群的观众 如果小孩子看了 会不会对他们有负面影响 大人看了会不会有得罪他们 就是伤到任何人 这样子 所以有过什么样的一个题材 就是有了那个想法 但就是你自己又吞回下去 应该蛮多的 其中一个呢 有时候是 例如讲我要做一个实验 然后他是要用到很大量的纸杖 但是用一次吧 我就会去想 哦 这个不太环保 就是不好示范这样子 他年纪那么轻 他就会想到社会责任这个东西 这个真的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所以我真的 真心佩服诶 很重要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 YouTuber 因为平台对我们的限制没有那么多 我们就要开始自己去限制自己 不是讲什么东西很自由 我们就要滥用它的自由 其实我反而还想问 你还有时间就跟朋友谈啊 你感觉就是很忙了 就是忙着在做影片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亲力亲为 然后之前还要忙课业 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跟朋友聚在一起啊 哇 这个我可以跟你讲 我之前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高峰期嘛 大概是在房3还是房2这样子的 然后我还在上这课嘛 然后我又要发影片 我每一天是睡2-3个小时 因为我是早上班 然后我又是坐Auntie Van车 很有亲切感 Auntie Van车很久没有听到的 因为我是多早上班啦 我5点就要起床 然后每次剪片剪到差不多2-3点 然后我睡一下然后就起来 所以我精神上是很累一下 所以要牺牲蛮多 现在的观众他们可能看到 哇很成功啊什么什么 这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嘛 他们没有看到成功前的那一个时间是很 -付出 对对对 可是那段时间有影响到你的学业吗 一定会啊 因为我以前哦 小学的时候我成绩是好啊 上了中学过后 我开始做影片过后 我才开始把他们平衡一点 不是讲学业完全不要管 开始就会比较明确的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 就是没有那么喜欢学业那方面 但是我又不能完全放弃 就是我要拿捏好 可是佳仁在你可能成绩退步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feedback或者comment的 因为家长有一些可能会很在意 重击 也不会怎样啦 就是会讲几句 很正常 老师有没有说 啊 拍YouTube啊 Prizen Tengo army to result Prizen 我遇过那个 Tool 老师 然后我就有一颗 应该是历史还是什么 我不喜欢的 他就退步 然后那个老师就来找我 他就讲 你以为你是周杰伦 就不用读书了 然后我就很奇怪啊 但是我也不能否定他的想法 还有他自己的想法嘛 所以我就觉得 他不理解 我就觉得没关系哦 就是 我可以之后秀给他看 他这样子讲的时候 你当下的那个反应是怎么样的 才这样年轻 应该很hurt吧 因为我朋友在隔壁 所以他也听到 然后他眼睛就 然后我们就很生气 然后一转头 我就 那更好事啊 没有啦 没有什么影响到我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正面的去回击 才算是你要赢 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蛮严重 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年代 就是有一个新闻一出来 或者一个话题一出来 大家都要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不一定你看到一个事情 你就要有自己的立场 你可以没有想法 或者你可以选择安静 就是佛系看待那件事情啊 因为都跟自己无关啦 所以也不需要去做键盘侠 或者伪英雄 去展现自己到底有多么的棒 多么的优秀 诶你觉得你跟你的朋友有很不一样吗 虽然你们是可以就是融合在一起啦 但我总觉得你很成熟 就你的想法很不一样啦 我只能说 诶我的想法哦 好像你讲的比较老一点 比较昂格 我又没有用到这个字 然后我觉得我是讲的人 我就认识讲人朋友 所以我身边的close friend 他们的想法都跟我蛮接近啦 就是很像我时常会思考人生啊 就是聊梦想啊那些东西 所以你的梦想是什么 诶我的梦想一直在变 不在你们也是这样子 我现在就会把梦想变成目标 就是一个一个小目标 然后我现在的目标 我觉得比较大的 比较靠近的目标 是买一间房给我的家人 哇 Russian 你几岁 你几岁了啊 学霸 我学霸 这个时候还在缓着 都得要选哪个大学 我都天哪 我还想说 因为买物质 它真的会剥夺你很多自由的 因为你要兼顾的东西多了嘛 然后你又要开始供物质 然后每个月又是一个负担这样子 然后你有没有很抗拒adouting 还是你觉得 诶 你很期待 长大 我反而是期待 如果我一直活得太自由 反而会很难配合别人 例如讲 因为我本身 我有在拍业配的 前段时间我拍业配其实我是不太开心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绑着我这样子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 我还是需要 如果我未来要设立团队还是什么 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沟通 有时候有一些小的限制 我需要去面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天 我买了物质 然后我每个月要供的话 然后我就有那个责任要去赚钱这样子 可是像网络 其实它的变化很快嘛 其实会不会有不安的感觉 就是因为有很多东西是out of your control 很多行业都会这样 但是YouTube这行的话 肯定会比较不稳 我记得之前有 有蛮多人问过我 如果有一天YouTube突然间消失的话 我会怎样 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想很久 我会想 哎呀 差那样子 会怎样呢 我不是什么都没有啊这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大目标就换了 那时候它就想要把YouTube给买下来 我不是 我才有点好 突然好想喝饮料哦 怎么办呢 但是喝饮料很容易变胖 糖分还会让皮肤变得糟糕 是一款无论男女老少 甚至是岳父 都能够喝的大肚蛋白饮品 连素食者都能够使用哦 喝饮料的同时皮肤也会越来越好 Cheers 所以你现在在投资着股票了是不是 哈哈哈 我看到标准 我现在在过人 学习 学习中 学习中 嗯 就是因为我也是想要有Plan B Plan C 就是要有多一点被动收入啊 可是讲真的我觉得他年纪将勤啊 他想的东西都还蛮全面的 很像刚刚我们发问的问题 其实他都有思考过的 然后也不是冒冒乱 突然之间要我去想的 都是有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的 哎我八卦的问一个啊 因为你有很多影片很爆的嘛 但那些是有为你赚到盈利的嘛 因为那些是来歌曲这样子啊 如果有版权的话是 可能是完全 完全是没有钱的 然后可能是 跟那个版权的分一半这样子 嗯 嗯 会不会很亏 觉得说 我下次不要再这样啊 哈哈 是 尤其是你的那个 黑人的那首歌的 好夸张哦 那个view 诶可以把话的大概透露一下 我还是尊重版权啦 大概透露一下就是 有去到这样子 这样给你的view的话啦 他的那个盈利啦 有多少位数 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 我们也觉得很难 真的 哈哈哈 我等下WhatsApp给你讲咯 哈哈哈 你有讲我这种50部影片 才会有一部那么爆 有些人好像好比我说 做了一世的那个 YouTuber会的TV 哈哈哈 没有了 没有这样讲的 哈哈哈 但是真的是靠运气 还有那时候的trend 真的是一个谦虚的小孩 什么都讲幸运啦 明明就很有实力 OK 那我来问一下你啦 既然你都那么的自由 可以做任何的选择 或者是创作嘛 那你有没有想过 10年后的你 会是什么样子的 Bryson 10年后我应该 会是28岁哦 然后就高一点 然后又回去 哈哈哈 结婚了吗 你觉得你会结婚了吗 那个时候 诶 这个我又没有想过 因为我连女婚都没有 你有没有想谈恋爱 有时候是一定会有啦 就看那些剧啊 哈哈哈 所以你是希望找到一个 可以保护的人啊 还是保护你的人 不想保护吧 所以年龄不是一个问题 应该 应该不是 这样OK吗 可以 你要去问一下 阿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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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 哈哈哈 哈哈哈 那我觉得说你是年轻人 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对象 这样子 你有什么话可以对年轻人 就是你分享给他们的 个人想法我觉得是 要勇敢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就是 不管是行为啊 还是你要做什么 因为可能我们一出生 我们就活在一个 会去固化我们思想的教育体制下 所以肯定是很多人 他们会有一样的想法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你要比较不一样一点的话 你要自己多花时间去摸索 因为很像我 我是花很多时间去学各种其他东西 所以我也是牺牲了很多的事件 在别的年轻人没有牺牲到的事件上面 嗯 很像一个老叔叔在讲话 这样子 哈哈哈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你个人的一个经历来的 对啊 而且从你身上 我自己本身也是很大的一个体会 就是关于自由这件事情 我觉得相对来说 它也等于是你拥有很多的那个时间 很多的空间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哦 我不够时间 我不够时间 但从Bryson身上就可以看到说 当你有了自由 当你有了时间跟空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好好地去善用它 那如果真的有好好善用它的话 你看Bryson 它就完完全全可以享受越来越多的自由 因为我觉得自由就好像你的银行户口的余额 那如果你不断地去挥霍它的话 它只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但是如果你善用它的话 它只会帮你得到更多更多 到最后你会财富 变成理财一支 对 那你干话啊 Bryson这样子 18岁给我买房子了 18岁买房子啊 财务自由啊 还是不要的 没有啊 我觉得就是你要得到自由 不是什么都不做啦 而是你要很努力 更加积极的 你才可以去真正 享受到你向往的那个自由啦 那像Bryson那么会善用时间嘛 他除了自己拍影片啊 然后烂生活之外 他也上了这个干爹业配吧 呵呵呵 当了这个导师陪审团之一 真的 神秘幕后推手 这一次你对于你拍摄的那一集 或者是干爹业配吧 因为接下来成名业了 你有什么话想要对那三强说的 我觉得不管是有输有赢 还是什么都好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确是 肯定会帮到他们很多 就是如果他们未来要走这条路 因为甚至我 我自己也会去看这个节目 它前面的很多集啊 就是我自己也会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对他们来讲 可能会学到更多 因为他们自己去参与嘛 对三强的话就是 Enjoy 就是Enjoy拍摄 Enjoy比赛那样子 好啦那说到干爹业配吧 成名业的话呢 就会在10月30号隆重举行了 记得到时候可以透过他们的官网 看得到当晚到底谁会成为 新一代的干爹业配吧 这个业配王吧 再次谢谢我们的Bryson 为我们分享那么多有趣 且宝贵的这个经验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Bryson 谢谢 记得买了房子之后 记得请我们喝什么冰啊 我还会买什么冰 一直讲买了房子 乱扯的关系 乱扯聊天室是由Iocandu SoyaClagen升级版SCM Plus 为你呈现 荣获亚洲诚信品牌大奖的 Iocandu SCM Plus 含有高开质和优质蛋白 还可以帮助促进胶原蛋白增生 是一款男女老少 素食者都能够喝的营养饮料 SCM Plus喝的不是豆浆 是营养 二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